美女拉西拽下身上的小口罩 接着将头发扎了起来 这性感诱人的身材 很快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随后在大家的注视下 拉西淡定地拿起球杆 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球技 一时间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 为了能看得更清楚点 泰迪不停地变化着姿势 生怕错过一点精彩的画面 然而拉西却一门心思只顾打球 根本不在乎周围男人们的小心思 当这场捉球结束以后 泰迪和岳父立马跟了上来 眼看岳父已经抢先一步搭讪 泰迪也尝试着伸出了手 谁知拉西只是淡淡地打了招呼 接着就一步三摇晃地走出了房门 两人见此赶紧跟了出去 在发现拉西动得瑟瑟发抖时 岳父立马脱下泰迪身上的外套 殷勤地披在了拉西的身上 这一举动成功获取了美人的芳心 得知岳父住在富人别墅区时 他当即主动提出想去看看 不敢当面反驳岳父的泰迪 只能愤恨地看着两人坐车离开 回到家后他立马找到岳母 跟他说了今天晚上发生的事 另一边岳父杨伟在大战过后 才猛然警觉天已经亮了 因此他回家后直冲卫生间 岳母则开始翻找他的外衣口袋 随后他走进了卫生间里 在杨伟惊恐的目光中 拿出了一个可怕的东西